李勒 我回来啦 你回来啦 你怎么干活了呢 那么不听话呢 我不是让你歇着吗 嫌不住 可你 你这身体还没恢复好呢 我没事了 你这身体还没恢复好呢 我给你看样东西 好 好漂亮的手镯啊 送给我的 对啊 我想 这个手镯呢 正好 能把你手上那个伤疤给挡住 你真细心 我本来想过段时间去闻朵梅花 免得将来别人看到笑话我 闻梅花多疼啊 这个如果想换的话 还可以摘下来 对吗 我给你戴上好吗 还疼吗 不疼了 志强 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 应该是我谢谢你 应该是我谢谢你 谢谢你 这段时间让我照顾你 我觉得我真的重生了 真的 因为有了你 我听话 每天都行 就是 什么方消息 嗯 天先生 你可回来了 孩子病了呀 病了 发烧了 应该量体温了吗 安宇 本来好好的 怎么 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今天早上一来啊 他就发烧了 你那电话 我怎么也打不通 上医院吧 安宇 老师 坚持一下啊 马上就到了啊 大夫 片子出来了 怎么样啊 您坐下说吧 孩子干部长了一个肿瘤 不过目前看是良性的 不是 他现在这么小 他怎么会得肿瘤呢 肿瘤可以发生于任何年龄 儿童也有儿童的肿瘤 肿瘤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必须马上手术治疗 但是孩子是罕见的 RH阴性血 也就是熊猫血 血库里很少有这种血型储备 如果没有充足的血液储备 手术很难成功 大夫 我求求您想想办法 是吧 等我花多少钱 您一定救救这孩子 我只能说尽力 那您先回病房照顾孩子吧 我们会尽力的 谢谢家大夫 有好 周浅 周浅 哎呀干什么呢 我刚起来你等会儿 又来骚扰我 我不是骚扰你 刚才田恒来电话了 说郝宇生病了 你把门打开 什么 什么病啊 长了个肿瘤 还那么严重 走走走 赶紧去医院看看吧 快快 田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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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恒美啊 谢谢啊 嫂子 没事 跟你嫂子你客气什么呀 孩子呢 孩子在楼上呢 二十百 你干嘛去啊 我去趟雪库 那这儿 你去上去看看孩子 我给你去雪库 走走走 谢谢二嫂子 没事没事 不要喝了 喝了 田叔叔呢 田叔叔在外面 跟梁叔叔说话呢 你怎么说话呢 告诉阿姨 你喜欢田叔叔吗 喜欢 为什么呀 因为他对我很好 而且妈妈告诉过我 他是我最亲的人了 他当然是你最亲的人了 我们也是你的亲人哪 所以你的亲人有好多好多 阿姨 你带手机了吗 带了 我想玩手机游戏 那不行 手机对身体不好 又辐射 而且 医生特地跟阿姨说了 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 好好睡觉 把觉睡得饱饱的 把病养好了 等你养好了病 阿姨给你一起玩手机好不好 我们逼逼看 到底是一会儿的 好吧 让我睡觉了 真快 来 来 来一点 阿姨我想听故事 听什么故事啊 海面宝宝 海面宝宝 你知道吗 阿姨就是海面宝宝变的 是 真的 只要闭上眼睛数一百下 阿姨就会对着你 吐泡泡 嗯 一 二 三 四 四 四 五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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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个话 去睡会儿 没事 我不累 我现在才知道 浩梅和小语得的是一个病 大夫说这是很少见的一种遗传病 算机率很高 治这病是不是得花不少钱 钱不是问题 这病不能根治 现在小语这是她刚刚发病 想要治医的 也许得出国去治疗 小语这一病我才发现 她对我有个宠家 那一出了什么事 我真不甘心啊 嫂子 得睡了 睡了 还得是你来 谢谢啊 那里 别说这种话 挺好 现在最应该坚强的人是你 你知道吗 浩宇还等着你照顾她 你千万不能倒下呀 是啊 我知道 当初浩梅把孩子送给你 让你照顾她 你就是她最亲的亲人了 知道 千万别灰心 只要有一线希望 我们都应该一起努力 不管花多少钱 一定得被孩子治好 我不能没有她 田昂 回去休息 这儿有我和你嫂子的 有任何情况 这儿有我和你秦姐的 有什么情况 我马上给你打电话 没事 没事 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陪我上了 我不累 你怎么不累 你 你不能这么熬着了 你听我的 赶紧回去 赶紧回去休息 我怕一会儿小雨醒了 她找我 田昂 你听我的回去休息吧 你要真倒下来 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帮你了 想帮都帮不上 回去 回去 回去休息 那我车里躺一会儿 行 谢谢啊 好雨 这孩子面也真苦 这么小的年龄就得了这病 乖可怜呢 孩子都挺无辜的 孩子都挺无辜的 你说我的孩子要是活着 都已经三岁了 这么大的灰州 就找不着和她配型的血 老婆 你说这样行不行啊 谁是你老婆 你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让学生都上大马路上去 吆喝吆喝去 看看有没有人和她血型一样 碰碰运气 我觉得这儿有用吗 谁听大学生在那儿吆喝啊 你必须找一个有可信度的 更大的宣传平台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你不是上过电视吗 你不是跟电视台的人认识吗 你就找那什么伟 伟伟 对 你让她再给你录一期节目 通过节目 通过电视 去征集这样的学型 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伟伟 想你还是 我 梁老师 梁洪明 现在有一个十万火急的事 你务必务必要帮帮忙啊 现在 好好好 我现在就去找你啊 好嘞 好嘞 让我现在就过去找她 你再给我盯一下啊 那我走了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快点 快点 田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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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台的同志来了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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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里的摄像和记者物都找好了 时间底部 我马上开始吧 好不好 好 来 张儿 进去 来 三 二 一 开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本台记者陈鹏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辉州医院的手术室 今天有一个叫郝宇的孩子 他病情紧急需要现血 但是他的血特别地难找 叫做RH阴性血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熊猫血 如果我们再找不到 合适的血源的话 孩子有可能 就会面临生命危险 让我们来采访一下病人家属 您好 如果您是这种血型的话 请您尽快跟我联系 孩子得了肿瘤 急需做手术 为了这个孩子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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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辉州师大的老师 也是荒儿的家属 我们真诚地希望 社会搁结有爱心的人士 能够帮帮我们 同时也帮帮这个孩子 谢谢大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本台记者陈鹏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辉州医院的手术室 尝尝好做的水果沙了 乐乐 你看这个 什么叫熊猫血啊 什么意思呢 熊猫血就是R阴性血 我就是 如果我们再找不到 血源的话 孩子有可能 就会面临生命危险 您好 如果您是这种血型的话 请您尽快跟我联系 我出去一下 乐乐 你干吗去 我出去办点事 还来给你解释 我送你去吧 不用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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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的陽ality 然后来 赶紧 好 我们好 我们就都不知道 我们那个 你这么瘦 今天用血尿要六本细细 你的身体吃得消吗 你考虑好了吗 丑伯大夫 我想好了 我能行的 我只能多分开 细土 你吃草 我能吃草 我能吃草 照面 吕乐 没事吧 慢一点 谢谢啊 李乐 谢谢啊 谢谢啊 终于有一次我能帮到你了 谢谢啊 我们之前不是不用说谢谢吗 你去忙吧 快去给孩子送雪 谢谢啊 好 坐前 坐着等吧 田恒一会儿就上来了 好 这都两小时了 应该结束了吧 别着急 别着急 啊 不会有事的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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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谁是好努力教授 大夫 手术怎么样 手术做得非常成功 不过我们只能切除 他现已发现的肿瘤 这孩子的病状 有可能是遗传性 所以想要根除的话 我建议你们带他去美国治疗 毕竟美国在这方面的水平 是世界上最高的 孩子没有生命危险了吧 暂时是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不能排除 随着他年龄的增长 肿瘤会有转移的可能性 所以还是这句话 等孩子恢复了 尽早带他去美国治疗吧 好吧 好 来 谢谢啊 谢谢啊 不会不会不会 好意醒了 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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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文叔叔 我好了 你好了 你好了 很快就好了 等你完全好了 田文叔叔带你吃好吃的去 咱去美国好不好 田文 田文 你们俩出去透透气吧 我来送他回病房 我照顾他 谢谢你了 早期 谢谢你了 走吧 走吧 出去走走 孩子终于脱离危险了 你也可以穿口气 怎么着 我听说你被市政府 给停职调查了 让他们查去吧 我干干净净的 我没说过任何人一分钱 请客吃饭 我没让他们买过一次单 深正不怕赢了血 这是怪我 当初我就不应该把你拉进 这个新世纪什么人才计划当中 你要是不答应孙旭东 帮他拉赞助 也不会被胡总给拖下水 这事不愿意 我也想明白了 出来混 早晚是要还的 为了升官 为了抢位子 我也坑过别人 现在别人翻过来坑我了 这就是报应 我现在的困难 我已经给了你 我现在倒是如释重复了 不再想那么多了 也不用每天点刀哈咽的 这样也挺好 放下了都放下了 那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只要小雨他能平平安安的 就行了 带了他这么长时间 真是为了他招了多少急 上了多少火啊 可是看着他那小样吧 我现在好像觉得 对他有一种责任 也许这是做父亲的感觉 你真这么想 有件事啊 我麻了你挺长时间 我觉得今天我该告诉你 浩梅回美国之前 给我留下一封信 你好好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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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l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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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是真的假的 是真的 那天昂知道了 那不得激动死啊 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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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爸爸 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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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一起加油 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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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크게 小王 你过来一下 出长有事吗 这个是本年度新聘的教授名单 和新世纪人才计划名单 你可以把它贴到校园网了 出长 这个梁洪明最近和文学心理大学生 闹出很大风波 传的满校园都是 他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 谣传你也相信 再说了如果没有人叫梁洪明 我们这个人才计划都 不能成的 那好 我马上去发布 去吧 帮我们开会 梅雨 梁洪明呢 他不是借掉到教育局了吗 是不是那边有事了 我看他是不敢来了吧 他现在拿的可是双份工资啊 我给他打个电话 不用了 人家现在是教授 教授 他那个才三十四年 就是吧 教授 我们回州师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 还凭上了新世纪人才 享受着国家津贴 是吧 你说我这跟一个小小的院长 怎么能比得了呢 凭什么是他不公平呢 张院长 您别这么说梁老师 难道我说错了吗 就是 他梁洪明凭什么呀 还不是凭着他那个师兄 校长助理 你说我们在座的老师 哪一个不是学术专家 那我们怎么就没有评上这个新世纪人才啊 院长 他为什么有资格评上这个新世纪人才 教授 这梁洪明前一天评上了教授 第二天 就拿下了新世纪人才 这个工作做得可太到位了 这也太有事了 这也太不公平了 好了好了好了 那我们不说这事了 还是说一说 最近我们院里的一些工作 好不好 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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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明有两件事要告诉你 一件好事一件坏事 你先听哪个 好事 局长找你 这什么好事 坏事呢 你入围了那个什么什么人才 我成新世纪人才了 对对对 胡说八道嘛你这不是 我哪敢胡说啊 局长正因为这事在发脾气呢 所以让我过来叫你 你快去吧 我觉得凶多吉少 局长你找我 坐吧 坐吧 来这儿有多久了 快一年了 你说你啊 这能力强 脑子快 给局里也做了很多事 可惜了这是啊 你说你 让我怎么说你好呢你 这不停地添乱 这又闹出一个新世界 人才的事了 这网上让人 让人说得沸沸扬扬的 你看 匿名信 匿名信放到我办公桌上了 去吧 我要早知道 你成为新世界人才候选第一人 你说我这又开会又讨论的 我忙活什么劲啊 我是给局里抹黑 是我不对 你呀你呀 从刚开始我就想把你 调到局里来 可是你就是不争气 你说吧 现在这事出了 你让我怎么办 你让我怎么跟领导交代 来 喂 什么 回州晚报找梁洪明 无可奉告 师兄 怎么回事 什么 新世界人才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你别出了事就不认账啊 我告诉你 新世界人才计划缺一大笔钱 是人家田秘书给找的钱 但是人家给我提了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那就是把你纳入新世界人才计划 你们俩都是把我害惨了 你看看这帮心里怎么说的 说我借着校长助理师兄的关系 借着市政府高官表弟的关系 我才平常的教授 进入的新世纪人才 我现在是黄尼抹在屁股上 是指也是指 不是指也是指了 我跳到黄河丽也挤不清 我跳到黄河丽就能洗清了 我副校长的任命马上就要下来了 现在又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找谁说理解 那你报我之前 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商量 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你梁护鸣 你别得便宜还 买乖 笨蛋 你你你 我看你说话 你我看来 你这还没什么 在哪里 喂 局长 我是梁洪明 我想好了 新世界人才这个事 和我有关系 我难逃干系 我打算辞职 您就别为难了 回来了 饭都做好了 吃饭吧 好好地又做什么饭呀 不会给我下药吧 你看你这话说的 我不是今天回来的早吗 我的天呀 你这真是做饭 你这满满一锅饭给谁吃啊 是多了点啊 一开始我就放了两勺米 后来我怕不够 我就又加了一勺米 我觉得可能就水少了 就加了点水 一看水又多了 我就又放了手 没事 多吃点吧 姐 怎么着还真要跟李美晨啊 你觉得呢 反正咱们俩已经离婚了 我实话实说吧 反正作为女人 我觉得李美晨真的挺适合做老公的 是 就我常认 事业有成 最重要的是会哄女人开心 你知道就好 今天啊 我想起咱们在北京的时候 有一年冬天 北京特别冷 下着雪 你知道我想吃饺子 然后就特意包着饺子 冒着雪 去学校给我送饭 我当时上自习 当我从自习室出来的时候 我看着你这小手小脸冻得通红 你把揣在怀里那放花拿出来 打开以后那饺子还是热 我现在还记得那饺子的味道 羊肉胡萝卜馅 咱们俩就在那个自习室 门外的自行车停车棚里 你喂我一口我喂你一口 妈妈你就吃了几个 后来你就说你饱了 其实你是想让我多吃点 你说了 难得你还记得 难得你还记得 那会儿我太傻了 都过去了 今天我去超市 给你买了把新牙刷 我看你那牙刷毛都倒了 早该换了 那定期就得换 还有就是你鞋柜里的皮鞋 我都帮你重新上了一遍油 喂 姐 真的啊 你在会所等我 我马上过去 好嘞好嘞 你这不吃饭了 我马上要开业了 这事太多 这时间吃了 那我能帮你点什么呢 来 装得不错 姐 你出差回来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想我了吧 对啊 李总说你最近特别忙 老是全国各地到处跑 我这不是奉纸前来吗 奉什么纸啊 李总呗 他最近也特忙 他告诉我呀 特地让我来帮帮你忙 你这不要开业吗 太好了 我正愁没有人帮我出谋画策呢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李总给你找的店长小孙 你好 你好 这我妹妹周琪 欢迎你 秦姐 李总一直跟我念叨 说你特别能干 哪里哪里 我肯定要跟你好好学呢 你俩就别谦虚了 我告诉你 他可是李总在人家 特别有名的大养生会馆 给挖过来的 费好大劲 我跟他说过一次 他就那么用心 给我挖这么好的人才 谢谢了啊 周周 带着小孙去看一下店里头的 所有的环境什么的介绍一下啊 好的 那你们先聊 我去了 您跟我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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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